聊一聊关于自我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讲 人的一生要实现 所谓的人格统一性 什么叫做人格统一性 这是个哲学上的老话题 就是实现你的身份认同 你的identity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份 而这样的身份相当于是什么 随着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变化 你不仅是保持不变 而且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使你成为了更好的理 使你更加的像你这个人 让大家知道 你是一个具有统一人格的人 这叫人格统一性 那关于人格统一性的典范 当然是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 他一生最大的纠结 就是自我拷问 他说未经刑查的人生不知一过 所以我如何去做到我自己的统一 所以我们知道 苏格拉底在判处死刑以后 他的朋友们想救他逃走 那苏格拉底就拒绝逃走 他说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 我要做一个统一的人 我当时在公众面前 我接受了雅典法庭的判决 是吧 表明了我是多么的勇敢 但是今天 我却要猥琐地逃走 我是不是就 人格分裂了 是吧 这是苏格拉底 他要说的主题 所以苏格拉底的一生 就是如何让自己 统一的一生 所以苏格拉底一生 他一直在与自我交谈 在与自己对话 对吧 在接受自己对自己的讨论 但是呢 什么叫做真正的统一 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话题 我还是给他形成一个对立的范畴 就是一方面 我们要保持与自己的一致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要变得与自己不同 那么与自己一致呢 我刚才所及的苏格拉底的例子 似乎已经足以说明了 但我想今天要说的重点是 与自己不同 因为与自己不同 可能才是实现与自己一致的 不二的途径 对吧 什么叫做与自己不同 注意哈 他并不是说与他人不同 我们今天很多人格分裂的人 对吧 很多就是没有原则性的人 喜欢把别人当出一个纯粹的手段 然后喜欢投机奇巧的人 就是要与他人不同的人 当然与他人不同的 另一面就是与他人同流合物了 所以与他人不同就是什么 我总是要与别人比较 别人有的我都要有 然后我通过别人没有的东西 证明我比别人更优越 而所有这些东西是什么 都是很低端的 就是什么金钱啊 权力啊 地位啊 是吧 有房有车 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的一个比较 对吧 我们今天发现很多人的幸福感 是建立在 我有别人没有 然后呢 我赢得别人的羡慕的眼光的基础之上的 这叫与他人不同 我刚才说了 其实你这个与他人不同 还是与他人同流合物 为什么 因为你缺乏自我的 内在的价值标准 你的价值标准完全是一个流俗意义上的标准 是众人的标准 对吧 你只不过是在众人都认同的价值观里面 认同的东西里面 去选择你好像能够得到的东西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些东西是别人也同样都会具备的 你还是没有确定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力 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如何与自己不同 对吧 与自己不同就是什么呢 自己对自己不断地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这方面做出了最好的尝试的 仍然是理睬 对吧 我们知道理睬他提出一个所谓的超人的哲学 什么叫做超人哲学 超人哲学不是我们后面所误解的 我超过别人 如果是我超过别人就是说我想与别人不同 理睬的超人是说我要超过自己 我要不断地自我克服 自我超越 对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实现自己 我才发现自己 因为我如果不超越自己 我是不可能发现自己的 因为你不超越自己 说明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你永远活在某种这个舒适区里面 所以理睬他为什么提出所谓的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不是说我的权力要扩张 我要去压迫别人 其实权力意志它是一种代表了生命的一种积极进取的一个精神 就是我如果不超越自己 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量 我是不可能发现我到底是谁的 我只有通过超越自己才发现我现有的生命状况到底是什么样态 反正我如果非要去维持我现有的生命状况 那么我只能是不断地萎缩的 对吧 就是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过程 不进则退 注意人生一定是逆水行舟的 你每一步每天就是不断地要逆风而上 要逆流而上 这是真正的生命的真谛 所以以自己不同就是说我要以自己过不起 对吧 我对自己不安分 我对自己不满意 对吧 我不想安于现状 我不断地要创造自我的一个内在的激情 但是这种激情不是意识的 对吧 因为这个激情它相当于是你的发动机 你的引擎 你的严动力 能够促使你不断地去发现自己 当然在超越过程当中 你当然是发现自己是有什么 无限的可能的 所以什么叫做无限 其实无限并不说是有一个无限的东西 在那里等着我们 所以所谓的无限就是对有限的超越 这就叫无限 你每天在克服自己的有限性 当然克服有限性的前提是承认你的有限性 我后面越读理采越发现 理采的哲学特别具有思辨性 但他也受到黑格尔的很多的影响 尽管后来我们知道像理采 他是一个反波拉图主义者 反对黑格尔等等这种大一统哲学的人 但其实理采的思辨性在哪里 就是说 我自己与自己不同 并不说是我要否定自己本身 并不说我要否定自己的在世存在 这样的特性 他不否认世界 他不抱怨世界 理采说我必须承认我自己 我必须肯定我自己 哪怕我的生命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残缺不全的 就是残破不堪的 但是我没有理由去抱怨他 没有理由去否认他 如果是这样 理采说你这种人就是小人 就是莫人 就是最后的人 再说通俗一点就是猥琐的人 对吧 因为你没有打开自己 你没有张扬自己 所以真正的一个张扬就是超越自己的前提 记住 他最好是肯定自己 就肯定有我有一个自己存在 然后呢 我再克服就承认我的有限性 但这个有限是为了超越而存在的 因为没有有限这个规则和边界 我是不可能去超越有限 没有有限的无限 那是毫无意义的 对吧 比如说很多人说 我是一个英雄 我到哪里都是英雄 我到哪里我都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我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障碍 如果是这样 我不认为你是英雄 你可能仅仅是power 你的力量比我大一点而已 是吧 但是你并没有值得我去崇敬你的理由 是吧 你可以分分钟把我灭了 但是你以为你把我灭了 我就尊重你吗 我就会尊敬你吗 显然不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说真正的一个无限 不说是你仅仅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可以压迫我 是吧 而是说你真正的能够什么 肯定你自己的一种生命价值 然后不断的在肯定的过程当中 去创造你的生命价值 这是超越 所以我们今天表面看来 与自己保持一致 和使自己变得不同 好像这两个范畴 或者这两个命题之间 似乎是想矛盾的 的确从哲学史上来说 似乎尼采也是一个强烈的反对 苏格拉底的一个人 因为苏格拉底说要与自己不同 尼采你看说我就要与自己不同 好像他处处是在与 这个苏格拉底作对 是吧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俩是内在的高度一致的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发现自我 发明自我 创造自我 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与自己不同 他还是说就是人生 他不是一个什么 实存的定在的东西 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三岁看到老 是的 有些东西是三岁看到了 就是说比如你的性格 你的出身 有些东西好像是说 我在成为一个人之前 他好像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但是注意 这些所有我们原先以为是固定的东西 其实他是外在的 他其实与你这个人 怎么去塑造自己 仍然没有关系 或者说他仅仅是一种条件 他不是你这个人的本质 比如说我是有限的人 这种有限就是指 比如我的环境 我的出身 我的美貌 我的身体状况等等 是吧 我所从事的专业 我所处的时代 这些的确都是什么 不确定 或者都是固定的 我们就这样固定下来 但是我们被固定下来以后 我们真的就不能创造自我吗 不 我们的自我的价值就是体现在 我们的无限性和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这些有限的条件之间的一种张力 一种对峙关系 不是一个把一个灭了 我们恰好是要尊重自己的有限性 尊重自己的出身背景 不要想说 我今天如果出身就是个什么美国人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有优惠条件的人多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是吧 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 他们也有他们实现不了的这种遗憾 我们为什么要去羡慕呢 与其宁愿陷于 莫如退而皆往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你的本心 去发现你如何去如其所适的去存在 这才是真正 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创造自我 并不是说我们是要抛弃自我 创造本身就是最大的肯定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得 我们原计划 我们的三言两语 可能也就是要录上100期 好像我这一期已经是第98期了 所以好像似乎可以做一些 总结性的东西了 我们三言两语这100期 可能也相当于我走过的道路 大家会发现这个道路 你整体听完以后发现 我与自己是一致的 但是我自己又是不同的 每一期可能我都想 注入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思考 哪怕我可能在重复一些 同样的一些命题 可能但是我已经在强化 或者突出某一些方面 这个方面可能就是在你这个阶段 你有了一些不同的生命体验 你的一种用力点和用力方向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生命其实实在可以在不同的方向 不断地进行突破和突围的 但是不管你怎么去突破和突围 最后你所有这一生折腾过来 人家仍然能够发现 你就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得力 你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但这个特殊存在不是说 我们非要标新利益 不是标新利益 其实是忠诚于我的生活本身 忠诚于我的生命本身 我不能辜负我的生命 所以我要变得与自己不同 也正因为我使自己变得不同了 所以我成为了自己最本真的自己 这也是其中我想说的辩证法 好 谢谢大家